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跟跨国的团队一起合作 我想我过去的二三十年一直都在国外 然后跟世界各地不同的团队一起合作 我想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必须要具备国际语言 才能够直接地跟国际的团队沟通 才能够很清楚地下达你想要的指令 第二个就是大量地阅读国际的资讯跟教材 我想你才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临时差的时间去掌握你的资讯 那当然最后一个就是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如果你生活方式还是像在国内一样 那很难够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自然的 自然的一个生活态度 那就没有办法去带领一个国际的团队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